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紧接昨天的情节 昨天的第十七章 说到一个叫米家的人 私自制造偶像 雇佣祭司 并且得意洋洋地宣布说 耶和华必赐福于我 那么神真的赐福了吗? 重复一下 这几章虽然靠后 但是记载的内容 是在所有的事实之前 可以算是世实记的影子 在这个时候 但这个支派还没有产业 第一节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 因为到那日子 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 得地为业 很自然的 他们派出五个探子 在四处勘察土地 也就是第二到第六节 他们来到以法连 深地进了米家的住宅 就在那里住宿 他们临近米家的住宅 听出那少年立威人的口音来 就进去问他说 谁领你到这里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得什么 他回答说 米家带我如此如此 请我做祭司 他们对他说 请你求问神 使我们知道 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 祭司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 你们所行的道路 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这一段 第一眼看起来非常普通 但是把前面的经文回忆一下 就会发现不少问题 首先 但之派的人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因为约书亚记中 分配土地的时候 这里不是但之派的地界 他们已经违反了神的规定 还请祭司求问神 道路是否通达 明显是自欺欺人 其次 这个雇佣的冒牌祭司 根本就没有求问神 也没有献祭祷告 随意张口就说出了 前者想听的话 你们所行的道路 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五个人听了以后很高兴 返回之后 夸张地汇报说 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 于是 但之派出动了六百个士兵 再次路过米家的住宅的时候 他们产生了邪念 并且马上付诸行动 第十四到第十八节 从前窥探拉异地的五个人 对他们的弟兄说 这宅子里有以福德和家中的神像 并雕刻的像 并雕刻的像 与铸成的像 你们知道吗 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 那六百旦人 各带兵器 站在门口 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 将雕刻的像 以福德 家中的神像 并铸成的像 都拿了去 这一段 完全是强盗行径 五个探子 不顾上次米家 招待他们的好意 反而去洗劫主人 而且这主人并非外邦人 是跟他们同样的以色列人 而下面这段 与那位少年立位人的交流 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第十八到第二十节 祭司就问他们说 你们做什么呢 他们回答说 不要做生 用手无口 跟我们去吧 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 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 还是做以色列 一族以支派的祭司好呢 祭司心里喜悦 便拿着以佛德和家中的神像 并雕刻的像 进入他们中间 当看到强盗的时候 作为一名祭司 应该做什么呢 是发出警告 是报信 还是旁观 都没有 而且更恶劣 他被强盗一句话打动 追逐更大的利益 更高的权柄 直接加入强盗的队伍 一起洗劫 不但洗劫 而且心里喜悦 米家 后知后觉 发现自己家出事了 赶紧召集一些邻居 追赶弹之派的人 第23到26节 但人回头问米家说 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 米家说 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 我还有所剩的吗 怎么还问我 说做什么呢 但人对米家说 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 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 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 米家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 就转身回家去了 看到这段闹剧 在结合昨天的故事 真是非常有讽刺意义 米家从偷盗母亲的钱财开始 制造偶像希望免罪 更进一步雇立为人当祭司 程序非常完美 所以第17章结尾 他宣布 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 然而没过几天 他就被同为以色列人的弹制派 洗劫一空 连看上去很崇高的立位人都跳槽 跟强盗一起走了 那么这位神秘的少年祭司 到底是谁 读到第30节 终于有了答案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约纳丹 和他的子孙 做弹枝派的祭司 直到那地招掳掠的日子 震惊吗 摩西是五部经书的作者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过红海 神迹无数 然而仅仅过了两代 他的孙子就拜偶像 然后背叛 抢劫 米加和他的母亲 弹枝派的探子 摩西的孙子 约纳丹 这个故事里 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正面人物 这是一个任意而行的世代 他们在世上没有王 在心中没有神 他们的经历 可以用以赛亚书里的一句话 做总结 制造雕刻偶像的 尽都虚空 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 是的 如果我们远离神 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喜爱的东西 就尽都虚空 这样的教训 我们过去几周一起读的《试诗记》里 以色列人经历了七次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 我们会读到更多 更有甚者 今天在我们身边 这种事还在发生 难怪所罗门王 在晚年的时候哀叹 以有的事 后必在有 以行的事 后必在行 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 摩西 可算是伟人中的伟人了 但是他的子孙 也不能免俗 没有人能抓住自己的头发 离开地面 我们也无法靠自己的行为 靠偶像 靠所谓的修行 摆脱罪的捆绑 这一切尽都是虚空 希望 今天这个悲剧的故事 成为你我共同的借鉴和督促 唯有相信耶稣 依靠神 我们一起祷告 神感谢今天灵修的时间 看米家的悲剧很简单 看别人的缺点也很简单 但是看清自己很难 我要来到你面前 让我的生命 时刻清醒 拒绝偶像 拒绝自作主张的信仰 还有一切 不符合你心意的行为 愿神的灵提醒我 与我同在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